大家好 安全用視像時間 我們持續帶你來關心的是 現在美中角力戰 也延伸到了航空市場嗎 這是一個最新的消息 這是大陸有三家的航空公司 分別是東航 國航 還有南航 他們一號晚間的時候 就同步公告要採購 空中巴士的新機 總數量高達229架 而且這金額非常的龐大 是1.1兆元的台幣 有媒體就形容說 真的是史詩級的訂單 而大陸這麼大手筆的 買這麼多架的空巴飛機 當然了 現在有一個非常重要 值得觀察的一點 就是宣示後疫情時代 航空市場會逐漸的解封 逐漸的復蘇 當然這一筆訂單 也重塑了美國波音 還有歐洲空巴 兩大巨頭公司的競爭 當然了 對此波音 失去了這麼大的一筆訂單 是相當的不滿 他們就發表了聲明 表示說現在地緣政治的分歧 持續限制美國飛機的出口 並且敦促美中之間 要進行富有成效的談話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美國媒體是怎麼樣分析的 好 紐約時報就分析說 今年三月在東航 也就是廣西這邊 發生的這一起空難 讓波音陷入了新一輪的危機 因為他們的安全性 就備受考驗了 CNN則是分析說 經過了疫情的衝擊旅遊市場 現在失去了大陸這麼重要的市場 其實對波音來說 是接二連三的毀滅性的打擊 但是現在對於這一些評論 大陸的官媒環球時報 就回想說 美國媒體不反思 波音在飛機的性能 還有安全性的問題 一昧的是從地緣政治的角度 來炒作中歐之間的民航 採購合作 也顯示美國媒體對於空客 是充滿了羨慕嫉嫉恨 好 大陸的官方大手筆採購空吧 當然是預告著旅遊市場將會回溫 好比說現在上海的疫情是緩了 防控鬆綁 民眾紛紛是跨省出遊 多家的線上旅遊平台資料就顯示說 從6月25號以來 海南省就成了上海跨省旅遊 最受歡迎的地點 整個暑假幾乎已經無房可賣 從上週六至今 上海附三亞的酒店預訂單量增長了140% 而訂單金額也是增長了180% 除了酒店之外 我們還有我們的旅遊的一些目的地的門票 它這個數據是增長了483% 上海民眾報復性跨省遊 而且熱度是持續的走高 多家航空公司陸續增加航班 買不到直航機票的市民 就算是包機遙成型 而海南的三亞當地許多的五星級酒店漲幅 都已經超過了100% 儘管房價是高漲 但現在還是一方難求 而實際上看到了 現在美國內政最主要的問題 就是他們的通膨問題是居高不下 拜登政府是要考慮取消川普時期 對大陸加徵的關稅 但現在英國金融時報就報導了 其實在這個對大陸取消關稅 這樣的政策裡頭 拜登政府的內部是有不同的聲音的 而他們現在還在陷入這些立場分歧的調停 目前是考慮了一項這個方案 是要取消或降低對某些消費品的 懲罰率的關稅 但是同時間也會增列了一些其他的項目 或提高其他產品的稅率 主要是因為有一派官員 他們會擔心說 假使說現在降低了對大陸的關稅 那麼未來美國跟大陸在磋商貿易的籌碼 可能會大幅的減少 而實際上看到的是香港最近的疫情是有反彈 其中香港的民間聯立法會的議員何俊賢 確診的消息也受到極大的關注 因為他在6月30號的時候 曾經跟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合照 其實可以看到這何俊賢他在合照當中 後方就是佔了習近平 中間只隔了一個人 不過何俊賢他也在臉書上表示說 30號當天檢測是陰性 1號就測出極低傳染性的低病毒樣本 定性是不確定 但是為保公眾的安全 所以他沒有參加7月1號 相關的慶祝回歸的活動 那麼香港官方昨天也通報 新增了2200多例的病例 這已經是他們連續四天 單日新增確診超過了2000例 官方也說現在疫情仍舊是相當的嚴峻 而大陸日前就發布了新版的防控方案 逐步要開放國境 至少要對125個國家鬆綁 不過大陸內部的疫情 卻是有反彈的跡象 像是在安徽和江蘇無錫這邊 另外我們剛剛提到的香港 目前有BA4跟BA5的社區傳播 但是都找不到源頭 而至於在澳門 則是第一次出現有兩例死亡 疫情蔓延兩年半以來 大陸首次大規模放寬入境限制 至今包括英國 德國 澳洲 日本等 一百二十幾個國家 入境大陸都獲得鬆綁 除了隔離由十四加七 縮短為七加三 也不再指定檢測機構等等 取消和簡化多項手續 預料將會提升旅客出行意願 不過大陸內部和港澳疫情 卻有反彈的跡象 安徽連續超過百例確診 江蘇無錫通告市民非必要不離席 而香港新增進2000例 二十八宗疑似是BA4和BA5的個案 澳門首次出現兩死 疫情仍然嚴峻 國際間防疫措施陸續放寬 澳洲政府宣布 六號起取消外國旅客入境的疫苗 接種要求 所有持合法簽證者都能前往澳洲 博法國第七波的疫情來勢洶洶 七月一號確診人數一週內增幅高達 近百分之五十八 超過七成民眾希望公共運輸 重新強制戴口罩 由於Omicron變種BA4和BA5 開始在法國境內擴散 政府也出面呼籲民眾保持警戒 避免暑假期間出現醫療飽和 記者綜合報導 自己的傾銷工作要做好 所以我再次給大家推薦 旺旺水神機 有一種比較大的一種物化器 大的物化器它大概有四公升 小的地方像這兩到三瓶左右 你可以買這種小型的物化器 怎麼買呢 來這邊有個QR Code 買的話請你輸入CTI285